中国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、有效性放在了第一位 有关部门制定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技术指导原则 上市申请附条件的技术标准 这些标准与世卫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标准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我国疫苗企业从研发到每一阶段的试验 都始终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程序进行的 而且在研发、试验到紧急使用、付条件上市 我想各个重要阶段都及时来发布权威信息 截止2月底到2月28号 中国已累计接种疫苗5200多万剂次 最近大家也看到很多国家也都批准使用了中国疫苗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自己带头接种了中国疫苗 我想这也说明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您的观看